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间同学都坐轮椅打石膏了 还是要上场 脚动不了 手总可以了吧 只见他双手挥呀挥 动作还挺到位 换个队形 大喊反包围 继续操演 正报操变成轮椅操 帮忙推轮椅的同学也得熟记每个动作 这画面超幽默 旁边的都已经笑到崩溃 场上同学面部改色 继续执行测验 一向给人严肃形象的警砖 其中考考题正报操 传出这段影片逗了不少网友 那因为二十五号是一个其中测验 那其中测验我们一个学性的外聘教官 他看到学生求知欲很强 轮到一个测影执行考量下 他当上也就就同意了 操演中我们也看到这个受伤的同学跟协助的同学 其实都很认真地在操演 求好心切 脚断了 一样坐轮椅 上证考试 没想到意外成为笑点 网友们看完影片大喊好笑 纷纷留言 同学真的辛苦了 三连新闻SNG小组 台北报道 好 无论和这个态度满分了 不过说其中考还算小case 因为接下来这种才叫做魔鬼训练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 这是海军陆战队的66旅 它另外一个称号就叫天下第一旅 首度公开了 到底是如何来训练的呢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看起来最困难的课程 就是要全副武装游泳 也就是在游泳的时候 身上是飞着步枪下水的 另外还有什么呢 肛盔 腰带 也就是全身夹起来起码十公斤重 有女兵就说啊 差那么一点就要沉下去了 发现敌军从淡水河口进犯台北市 陆战队66旅从复兴岗营区快速反应 激动打击 这是缩短距离演练 锁定进犯首都的敌军阵地 三人一五彼此相互掩护 执导指挥中心丝毫不给敌军揣袭空间 光是在复兴岗就有超过400名兵力 搭配强大火力 逐起敌军来犯最难突破的关卡 在记者背后这个是陆战队的野战突击车 而他上头是配挂的就是40榴弹枪 活力非常的强大 而且整个陆战队进驻复兴岗之后呢 可以说是强化了他们的卫戍区的防卫能力 紧急状况快速兵推 锁定敌军阵地步步进逼 白牙炮同个口诀动作反复训练 路上科目吃重 水中全副武装游泳难度更高 大背枪负重 水中挖式勇渡就连女兵也不例外 尤其第一次下水几乎快沉下去 由于训练强度高 有士兵在水中抽筋 其他弟兄快速处置 接着继续练习 从水中勇渡扎实训练 到反空降城镇作战 累积经验战力与激耐力 让天下第一率肩负起保卫援手安全 以及守卫台北市最后一道关卡 三千五判斤话前好台北超过倒 就算不是当兵 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这么冒险 来看英国就有一位喜欢冒险刺激的人 他用一百颗的气球 再加上一把露营椅 成功了 他做什么 直接从南非的高空飞越25公里远 飘着气球升空 这是动画天外奇迹经典一幕 而今夜出现在现实生活 绑上一百颗海棋气球 再加上一把椅子 来自英国的三十八岁冒险家摩根 远赴南非挑战真人版天外奇迹 坐在这边上海棋桌子 滑在海外 花了两天帮气球充气 还经历过七次失败 终于升至八千英尺高空 翱翔了25公里顺利圆梦 而靠着气球DIY 飞上青天的还不止他一个 三 二 一 美国极限运动玩家罗娜 同样心脏超强 不仅飞上天 更要用猎枪一个一个打破气球 从半空中一跃而下 好 现在要出现了吗 我们来吧 三 二 一 后来 五度有奥惊险的画面 也出现在加拿大 三 二 一 成功复制天外奇迹 但男子一落地 却被警方给打个阵着 原来男子博命演出 全是为了替自己的清洁公司 做宣传 被上天的代价居然是被抓进警局 恐怕是当初始料未及 三菱新闻 金水会报道 好 在网路购物24小时之后 这货立刻送到家 不算稀奇了 来看看美国亚马逊 又推出了一种新的服务 就算买主人不在家 那么这个送货员依旧可以 直接把包裹送到家门内 全程它是透过了手机来直播 也就为民众可以一手掌握 货送到哪里了 网购买了东西 人却不在家 要怎么拿到包裹 美国网路零售龙头亚马逊 帮你想好办法 快递员抵达 通过网路发出解锁要求 把门打开 物品放下就转身离开 整个过程都有摄影机随时监控 消费者也可用手机APP追踪 你可以追踪你的送货 与现时的通知 观看出送货 在直播播播放 亚马逊将在全美37座城市 推出这项新服务 只要拥有智慧手机 再花250块美金 约新台币7500元 购买剩益 与门锁的套装组合 包裹就会自动送上门 一旦设计 如果你不在家 跟亚马逊 你能够把包裹放在你的门 除了说包裹方便 还可安排清洁人员 进屋打扫 或 可能会让家庭清洁 网购业再升级 打造服务新标杆 亚马逊不断推出新点子 多次尝试无人机送货 标榜快速抵达 又可节省人力 绿能环保 现在又推智慧无人收获 只不过要让陌生人 打开自家门 安全问题 恐怕是消费者的最大疑虑 三地新闻沉睡报道